韩国数名未成年女孩被奸杀,引起全民愤慨 警方抓捕行动连续失败,最大嫌疑人神秘死亡 警方为了结此案,竟花一亿元找了个假凶手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部无荡交易 韩国首尔,大街小巷都在报道令人震惊的强奸幼女案 被害人数已经上升至五人,连总统都亲自介入此案 警方压力巨大,好不容易找到了案件的最大嫌疑人 却在对峙中被冲动的惊刑警一枪击毙 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警长提出捏造连环凶手了结此案 他们选中了毫无关系背景的崔哲基接手此事 答应处理完这件事后给他升职加薪 崔哲基也答应了,迅速处理嫌疑人的尸体 然后开始在剩下的嫌疑人中找替罪养 发现了一个叫李东时的人 他曾有过强奸前科 现在跟智障老婆和七岁女儿一起生活 由于老婆为他做了不在场证明 很快就被移出了嫌疑人名单 崔哲基认为他是替罪养最合适的人选 随后他找到一个叫张希秋的男人 他跟地产大亨金会长因为一栋大厦有纠纷 崔哲基此前以禁标贿赂罪逮捕过金会长 只要张希秋答应帮忙抓到替罪养 崔哲基就帮他从金会长手里夺过大厦的所有权 张希秋无法拒绝这巨大的诱惑 很快就找到了李东石 把他带到垃圾场暴揍一顿 然后拿出了存有一亿含源的存折 只要认罪钱就是你的 并且装出有精神疾病的话 绝对不会判死刑 李东石最终屈服 崔哲基将他逮捕归案 警局高层十分高兴 这件备受瞩目的案件终于告破 但很快又发生了另一起命案 这天朱阳检察官跟金会长相约打高尔夫球 金会长没有因受贿而入狱 正是因为有朱阳的帮助 两人早就串通仪器互利互惠 但全程都被人用摄像机偷偷拍了下来 随后出现了一个除草公 打断了两人的雅兴 金会长上前赶走除草公 没想到被对方一刀捅死 除草公淡定离开 他其实是张希秋的手下 由于金会长此前侮辱过张希秋 他怀恨在心痛下杀手 朱阳检察官见状赶紧逃离现场 第二天就收到了跟金会长打高尔夫的照片 他惊慌失措 转念一想 杀害金会长的只可能是张希秋 密手下查找他的通话记录 得知张希秋杀了金会长 崔哲基十分生气 将张希秋暴揍一顿 明天李东时就要转交给检察官了 要是没办好的话 你知道后果的吧 说完就离开了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正是朱阳 李东时听说不会做精神检查彻底慌了 情绪激动的大骂张希秋 朱阳听后发觉事情不对 张希秋为什么会跟李东时撤上关系 随后手下查到张希秋的通话记录 发现最近他与崔哲基联系频繁 朱阳找到李东时 得知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马上打电话将崔哲基大骂一顿 然后向领导提出重审 却被领导大骂一顿 好不容易结束的案子 领导可不想再出事端 朱阳只好找来记者将此事报道出去 崔哲基约朱阳见面 他拿出朱阳与金会长的照片 想要威胁朱阳 但随后 朱阳拿出了崔哲基与张希秋的通话记录 崔哲基败下阵来 他马上打电话给张希秋 让他派人混入监狱 把李东时给杀了 并且伪装成畏罪自杀 朱阳十分生气 命手下将与崔哲基有关的人都抓回来 无奈之下 崔哲基只好服软认错 求朱阳放人 并把高尔夫球场的所有视频文件 全部交给了他 朱阳这才将人都放了 此时张希秋打来电话 说最近有人在查他们大厦更换构造的事 负责人正好认识崔哲基 想要他帮忙说说情 崔哲基很无奈 如果事情再这么发展下去 后果很严重 他必须想办法处理掉张希秋 两人约在大厦顶楼见面 张希秋以李东时的通话记录 威胁崔哲基 崔哲基只好先稳住他 随后派人在张希秋下楼时 制造意外 导致张希秋坠亡 随后他又掏出枪 想将线人杀人灭口 没想到手下大虎 察觉这几天崔哲基不太对劲 于是跟了过来 看到崔哲基想杀人 赶紧阻止他 线人趁机拿出刀划伤崔哲基 崔哲基开枪打伤了他 大虎冲上来拦住崔哲基 两人扭打在一起 最后崔哲基不小心开枪打死了大虎 他非常心痛 但很快又走到线人面前将他打死 然后调转大虎的尸体 将现场布置成大虎跟线人厮杀 最后双双身亡的样子 第二天 新闻报道 这是警察和黑社会之间的矛盾 相关人员受到处分 大虎的葬礼上 所有的同事都来了 只有崔哲基没有现身 他此时正在参加任命一事 如愿升职当上组长 大虎曾让同事偷偷查张希秋和大厦的内幕 发现崔哲基与张希秋走得很近 同事们为了找到大虎的死因 开始展开调查 找到了张希秋的小弟 原来大虎死的那晚 他被派去派视频留证据 没想到拍到了崔哲基的杀人现场 同事们这才知道真相 大虎竟然是被他们信任的老大杀了 此时崔哲基收到一份资料 法医经过长时间的尝试 终于在死者身上找到了凶手的DNA 没想到这起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就是李东石 崔哲基十分崩溃 自己抓的替罪羊竟然就是真凶 他心怀愧疚来到大虎墓前 回到车里放声痛哭 突然一辆车开来 男子二话不说朝他开了一枪 崔哲基捂住伤口想打电话求救 又一辆车把他撞倒在地 影片总体以一种写实的手法 暗讽政府职能机构的黑暗面 而最后DNA测试证明凶手就是他们找的替罪羊使 这种暗讽的级别得到了升华 无论是角色还是观众 此时会有着比较奇怪的感受 罪恶感不会因此减轻 反而成倍的增加 这一系列自认为为了前途而战的不公正行为 在这一刻却讽刺性的正义了起来 对于这些正义之心残存的人而言 无疑是致命的 而对于现实中可以对号入座的官员们 所起到的警示效果也是非同凡响 请不及见